這些都是要寄給女兒的 大家好 我是咪咪媽 今天呢 我要來寄口罩給我在美國的女兒 因為她說她在那邊買到的口罩呢 是非常的透氣 她說她只要戴起來啊 那個風啊 就覺得有 會透過口罩 她會感覺到有風的那種感覺 那她覺得說 她戴起來沒有很安心 然後希望說我能夠從台灣呢 寄一些台灣製的口罩過去給她 因為她在目前 買到的都是大陸製的 她有點不適合安心 然後她也是戴得很虛就對了 然後希望我能夠從台灣寄一些過去給她 那大媽媽的怎麼可能 就是只有光寄個口罩 那我另外也幫她 她買了一些糖果餅乾 還有一些她的生活用品啊 那我也在 幫她買了幾件 比較舒服的 因為她現在是在家裡工作 我買了幾件衣服跟褲子呢 希望她在家裡上班的時候呢 穿會比較舒服 比較寬鬆的 那我現在就開始來打包囉 這些都是要寄給女兒的 這些都是要寄給女兒的 很大像 這樣子說是一個打包好的 我現在來秤重 1393 1393 這個是泡麵碗不鏽鋼的 然後她有蓋蓋子 像這個都要秤重 像這個都要秤重 這個是飯糰模 小白兔 然後這個是串肉的 這個是糰購的 什麼 修魂辣椒粉 然後女兒要泡澡用的 然後保養品 這是保養品 這個酸辣湯包 我給她買三種咖哩 一個是黃咖哩 一個是綠咖哩 然後這種的綠咖哩 還有這個麻辣花椒粉 然後這個是拜土地公之後的花生糖 然後還有這個脆果子 現在是講金豆子 我們以前都講雀果子 這個是小熊的冰塊膜 我第一箱已經用好了 然後我再補三包蒸拌麵 然後還有這個麻花卷 然後空白的地方 我都加這種泡泡 大的泡泡紙 然後第一箱這樣就完成了 剛好六盒口罩都放得下 把它排在最底部 第一層 這個是滴瓜片 這個是我們台中很有名的麻花卷 它吃起來呢 沒有像一般的麻花卷 吃起來那麼硬 這個麻花卷 是我上一次有寄去給女兒吃 她覺得很好吃 然後要我這次再寄給她 這是最大的箱子 然後她比較厚 她這是五層耶 她這個是五層啊 然後這是大波浪還是小波浪 我以前 轉越 對對對 這次的紙箱真的比較厚 她是越大紙箱越厚 這個最大的 你這樣覺得比之前的 就比之前的都還厚 好 全力到這邊歪掉了 這一圈應該是這邊放好再烙吧 太長烙了 對 這邊為什麼出去了 這邊為什麼出去了 你怎麼可能還沒畫好看 接下來就是這種 國際快捷郵件啊 就把你的收件人的姓名啊 這邊是寄件人的姓名 這邊是收件人的姓名 然後有地區號啊 聯絡地址啊 還有電話號碼 都要繡上去 然後這邊大概會寫一個 數量 你記得什麼東西 她大概寫了一下 還有這一張最重要的是 商業發票 我老公說這張是最重要的 那因為 一樣也是填寫你的寄件人 跟收件人的地址跟電話 那因為 堅持到各自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秀出來 下面這個也是 就是你寄的內容 然後數量跟 單價 單價 你怎麼知道單價 我自己亂 你自己拚個單價 然後就是 數量加乘以單價 然後總額 然後 幣值就是台幣的幣值嘛 對不對 對 大家都看到 你到底自己有沒有選擇 要 約是買那個 約是寶石的以上 你兩次說 那兩次 約是寶石 什麼樣子 喔 沒關係 好像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啦 不可能放到寶石 我們沒有那麼有錢 沒有那麼有錢 沒有那麼有錢 對 好 那大概就是 就是你的 買的東西的 名稱嘛 你是大概寫一下嘛 翻成英文這樣子嘛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好 這兩下呢 我已經請老公幫我打包好了 那就等著 等一下 還是明天 到郵局去借價就可以了 下次見囉 拜拜